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华尔街网报 首先我们要来看美股11年的牛市 今天是终于终结了 而川普在晚上8点要来做重要的声明 美股在周三又是十分的惨烈 导致重挫超过了1400点 率先是跌入熊市 盘中的三大股指也一度是全部跌入熊市 市场现在还在十分担心 目前的卫生紧急状况将会重创全球的经济 那川普呢就大家消息呢 是他将会宣布国家灾难的救助计划 我们来看这个指数 倒只跌了1464.94点 或是5.86%报23553.22点 那只跌了392.20点 或是4.70%报7952.05点 标普500跌了140.85点 或是4.89%报2741.38点 美股周二延续进来的暴跌的局面 盘中的三大股指全部都跌入熊市 所谓熊市呢 指的就是股指从近期高点下跌20%以上 道指纳指还有标普500指数的近期盘中最高点 分别是29551.42点 9817.18点 和3386.15点 意味着三者的熊市分界线分别是 23654.85点 7870.69点 和2714.81点 高盛就预测美股的牛市就即将结束了 长达11年的美股牛市即将结束 高盛说 我们相信标普500指数的牛市很快就会结束 预计呢 今年年终的目标的点位是2450点 较昨天的收盘价低了15% 较上一高点低了28% 同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率先提出了 非理性繁荣概念的经济学家 Robert Shiller也警告 市场的崩盘没有结束 恐慌才刚刚开始 全球股市还有经济目前都是十分的脆弱 他担心很有可能会进入经济的衰退 现在的国际卫生情势正在破坏商业活动 还有投资的意愿 而目前的情势不一定是与科学现实保持同步 但是呢这个情势呢是令大家感到十分恐慌的 这对股市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CMC UK的首席市场分析师就表示 美国期货市场对今天早上欧股的股市就反弹做出了反应 但是美股还是走低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对美国政府实在是没有信心 疫情发展也带来了许多压力 外界呢现在就盛传 美国总统川普要宣布国家灾难的救助计划 到周三 美国成为第八个超过1000关口的国家 美国的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Chuck Schumer正准备要求总统川普发布 关于目前这个卫生情势在美国的全国紧急状态的声明 据了解呢 总统川普在衡权这项全国灾难性救助计划 而稍早美国的政治媒体Political也报道 川普的政府呢正在积极考虑引员斯坦福法案来宣布国家级灾难 这个举动将释放最多400亿美元的特别经费 川普稍早也曾经呼吁免工资税 并且采取其他措施来帮助企业应对经济的放缓 但是呢 这个现在立法者对于这些措施是表示十分怀疑 他并没有得到他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的支持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三就表示 国会没有办法迅速通过强有力的经济刺激的措施 因此呢要转而支持那些在帮助小型企业 还有工人来应对目前卫生情势的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一些措施 而根据白宫新闻办公室 川普在周三会见了一些美国最大的银行的负责人 这就包括了像是花旗 富国高盛等首席官们 他们都参加了这次的会议 主要内容呢就是要讨论金融业对于这次的国际卫生的情况的应对 以及对于小企业市场还有经济的影响 川普表示与华尔街的银行高官们讨论了就业还有美国的经济情势 周三晚些时候呢就会来发布声明 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势过去之后会有潜在的需求 希望不久将来就可以实现 而为了平息金融市场对于现在情况的担忧 川普周二宣布了要大幅削减工资税 减轻小时工负担的新计划 并且针对性的来帮助航空邮轮 还有酒店旅游业 2008年的诺贝尔德将主克鲁格曼他就说 川普和他的政党想要维持减税来解决所有问题的假象 但是呢削减工资税并不会对那些拿不到工资的人有任何的好处 一名白宫官员就透露川普在周二 在国会和共和党议员会面的时候提出来了这些想法 似乎是没有受到共和党其他议员的支持 而双方还讨论了将这个工资税减免永久化的问题 克鲁格曼就说如果短期刺激的目标是把钱交到国民手中 那就直接这么做就好了 只要寄出支票就行了 没有必要把它转成工资税削减 对那些拿不到工资的人来说 这的确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 他还继续说要应对这场危机 对州还有地方政府提供援助也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措施 这也将有助于维持支出 之前欧洲的央行的副行长康斯坦西奥就表示 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是避免衰退的关键 这需要增加公共的支出而不是减税 在当前的环境之下 减税会被储蓄很难用于开支 而英国的央行呢 在日前也宣布降息50个基点 而今天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宣布 现在的情况呢将会造成全球的大流行 相信又会对市场造成非常的不确定性 而说到目前的国际卫生情况 现在在美国其实大家十分质疑 美国政府他们应对的方式 有四名川普的官员就表示 白宫现在已经下令联邦卫生官员 将这些相关的会议视为机密的会议 而这个步骤呢其实非常的不寻常 而这也限制了信息的传输 对于美国政府对于目前情况的反应 是不是也会增加反应的时间呢 官员们说从1月中旬以来 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简称叫HHS的一个 高安全性会议当中 就针对了感染范围 隔离还有旅行限制等主题 进行了十几次的讨论 而这些讨论呢都被归纳是机密性的会议讨论 在对抗目前的国际卫生情势的情况之下呢 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你今天并没有经过security clearance 就是你没有经过安全检查的这些工作人员 不论你是不是政府的代表 或者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都会在排除在机构的会议之外 其中就像这种视频电话会议 也是在此限之内 官员就说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人 他们并没有安全的检查许可 所以就没有办法参加会议 而这名官员他也说 这些会议呢不应该被归类为是机密的会议 这完全没有必要 而消息人士就指出 向总统提供安全事务建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是他们来下令进行分类 而这个指令呢也是直接来自白宫的 白宫坚持美国的最高公共卫生组织 是十分具有机密性的 而这当中呢就掩盖了一些讯息 这讯息可能就会延迟对危机的应对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呢对于这个安全危机 状况的反应还有配套措施 其实现在是遭到非常多的批评的 而这个呢现在被大家提出来 检视的这个部门 他监督的是包括美国CDC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这些机构除了其他事项之外呢 还负责随时掌握目前这个情况的演变 以及所有接下来的指导方针 那目前NSC的发言人就没有 就关于HHS的会议的问题进行任何的回答 但是呢他在政府跟联邦之间的透明度 就表示这个其实是十分透明的 指出政府关于目前的紧急卫生状况的工作 组织会议都是没有分类的 所以他说他不知道你们指的这一些归类为 是机密会议的到底是哪一些会议 尤利奥特他就表示 从第一天我们开始掌握目前的情况开始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一直是坚持透明的原则 他补充政府呢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 也是削减了大量的不必要的程序来保护美国人 而HHS的发言人就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 现在呢并没有解决有关于秘密会议的问题 批民者就认为川普政府对于目前的情势 这这个延迟的反应跟缺乏透明度的这个行为呢 其实是很令人诟病的 其中呢包括不愿意让专家来提供意见 或者呢是向公众提供误导信 或者不完整的信息 像是州还有地方官员 也是抱怨联邦基本反应的信息 可以说是一问三不知哦 HHS员工他们经常是没有得到最新进展的消息 因为呢他们没有足够的权限 他说他说他得到的消息是呢 因为这些事项被归类为与中国有关 因为呢这个国际紧急卫生事件是源起于中国 而美国政府呢就是要防止来自中国的这个情况的延伸 所以就会被归类为是一个高机密的会议 霜 25.000元 霜 12.000元 霜 29.000元